我之前有個男友就是 非常喜歡控管我的個性 因為像我的個性比較偏大啦啦 就是講話比較大聲一點 就像男生一樣 跳舞的都非常 幾乎都是這樣 也不一定喔 跳舞沒有內向的啦 對啦 第一次上節目的 Dancer 也是這樣子 有光有笑 陽光燦爛 對 完全沒有怕聲的啦 對 但是像有時候我就是 某一任男朋友就帶我出去 然後我想說 第一次見面應該就比較熱情一點 我就講比較大聲的 啊哈哈 你們好啊 大家好 就是這樣子 跟大家比較熱絡一點點 她手還要站開這樣子 不是啦 比較看起來 我們都想叫她改變 對 沒有 這樣真的會比較好 那妳真的要改變 她現場很無聊 我說好 那來 我要休息 然後結果不出來 妳喝這樣子 所以她就 然後男生從旁邊 哇 還是要改好了 不是 妳這樣看片就沒辦法 現場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如果你們在 你們一定也覺得很開心吧 如果是朋友就開心 如果妳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開心 但如果我是現場的朋友 因為我會很開心 大家都很喜歡這樣子的人 存在在這個場合裡面 但我男朋友就旁邊就很尷尬 他說怎麼 就是 她覺得我這樣子不太好 然後我回去我還說 寶貝妳覺得我今天表現好不好啊 她說我覺得有點太超過了 對 我說不會啊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妳想要是不是熱鬧氣氛嗎 對 但後來呢 她就漸漸很少帶我出去 我忘了說她走了 她是在外面是不是有新妹了 後來她說 她希望我呢可以像這種 氣質小公主 就是比較 就是不要那麼大聲講話 我們要的女朋友是說 安靜一點 活潑的這一點在家裡面 對我就好 那你家要帶妳去做法會嘛 完全沒有聲音 對 在外面我們還是希望有氣質 對 不要讓我們朋友覺得說 這個妹好像 對 丟臉啦 對 但是沒有 我們要帶出去的妹 一定要是這樣 她這個個性就是活潑 有什麼好丟臉的 沒有 女友可以活潑 但自己的妹一定要很文心 我們自己的女朋友 酒量好事要在家裡 女生都遮陽 跟老公一杯接一杯 你不能在外面 好像謙卑不醉 然後在那邊畫酒泉 對 在外面首先 你要演小鳥味 第二呢 你要演那個一杯酒 就會醉倒的那一種 就是喝一天的 怎麼辦 人家起疹子了 妳其實在家 在家可以喝到平高臉 你看 男生是不是很容易被騙 我真的有改變 我就是出去說 大家好 我是陳怡 然後就 然後笑還要這樣遮嘴巴 這又小網過正 然後我還要在那邊 對 你們就很難找 我到底要怎麼樣 我遇到我的一個男朋友 他真的是掌控力超強的 他是連我的交友圈 他都要控制 如果我剛剛那種情況 他早就叫我結交 絕交了 對啊 因為像 他一開始追我的時候 就是很熱情嘛 然後如果我說我要去哪裡 他都會說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我就覺得說 這男生真的是非常積極 然後非常熱情的 想要跟我認識 然後來瞭解我 然後想要去融入我的圈子 然後我就說好啊 一開始他追我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他去跟大家就是 和樂融融的樣子 真的是很棒 這個人也是很會交際 然後可以讓我非常地有面子 而且如果妳的閨蜜 妳的姊妹 她都喜歡她 那也很好啊 打電視出來玩 然後她就對大家很好 一開始都是 還會帶禮物 還會跟我說 我要帶個什麼禮盒 去見大家 我不要兩手 那很好啊 對 那我就非常禮貌 我也跟她講說 來 有妳決定 直到我們交往之後 我開始問她說 誰生日啊 什麼什麼的 她開始興趣缺缺 好 泰國不一樣喔 對 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奇怪 為什麼她現在都興趣缺缺 是不是男生前後都不一樣 我就開始擔心 我就說 欸 我可不可以 就是很認真的問妳一下問題 是不是我的朋友 有哪個地方 可能跟你不好 或是妳覺得 他們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她就跟我說 妳的朋友都很好啊 都很好相處 都很善良啊 可是我覺得 然後她就說 我有一對夫妻的朋友 他們經營運動教室 然後她就覺得說 他們很善良 但是有點笨 是不會經營 我說不會啊 唉唷 她就在說 像妳這樣 她就說 她就說經營得很好 是沒錯 但是她有想過 應該要把自己的舞蹈教室 變成企業嘛 應該要往上走 而不是一直就是讓 變成一間小店而已啊 那因為她是那種 企業家出身的富二代嘛 然後她就是跟我講過說 她從小到大是被富養長大的 然後所以她覺得 這個觀念會非常重要 就是你選擇的交友圈 會影響你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是非常 沒有自信 然後她平常有時候就是 時不時的傳傳訊給我的時候 她不是那種問你追查的 她是那種 吃飯 或者是在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她幾點起床 一定會跟我說 我一開始也覺得說 這個人會報備很好 然後後來她就會問我說 妳在幹嘛 我就說 喔 我在吃飯 然後我想說 她也都那麼有心 我就回傳 久如久之 她傳一個 我傳一個 然後她就會慢慢開始知道我的行蹤 然後就開始嫌棄說 妳生活也要有品味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我就覺得真的很 嫌棄品味就對了 對啊 她就跟我說 妳的交友圈 妳的生活都應該要有品味 應該要精緻 應該要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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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